我是李超叔叔 待会我们要弹四把吉他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 这个吉他适合扫弦 适合拨弦 适合弹唱 适合止弹 确实是的 有些吉他的统型就适合什么 但也不是绝对的 我今天这四把吉他 就是号称不适合扫弦的 比如说像这个 是40寸的GAC 它就是适合止弹 但面对像我们这种 不会止弹怎么办呢 你拿来也是扫了嘛 所以待会有四把 这是第一把 好 开始 也是可以吗 好 换一把 好 接下来这把是37寸的 比刚刚40寸又小了 太小所以有点紧张 再一次 确实是你发现 37跟40 马上就下降一个档次了 我再换一把 现在这把是36的 确实是差异比较大 所以你看我刚刚扫特别急 因为就很想赶快结束那种感觉 好 接下来拿一个更不适合的 最不适合的冠军来了 古典尼龙弦吉他 很少人拿这个吉他来扫弦 但也可以啦 也没有什么不行不行的 其实确实是不太适合了 好 那今天这个例子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